同一个城市打拼 在一起已经一年多了 刚开始时他对我也挺好的 很体贴照顾 但后来我发现他是个特别虚荣的人 总是爱说大话 又不能兑现 他毕业也不找一份正式的工作 整天就知道在家玩泥 卖泥巴 我觉得这就是不顾正业 现在他觉得我工作不体面 给他丢人了 对我的态度也大不如从前了 还总是说我不懂事 大学毕业了 也不知道上班 他就是太闲了 总爱乱想 找个理由就和我吵架 他既然这么看不上我 还有什么必要在一起呢 从我毕业了之后开始工作 他就各种嫌弃我 又说我不正业 又说我疑神疑鬼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 那你说毕业了 然后在家什么也不干 然后一天就做那个泥 不不等等啊 做什么泥 你把它说清楚 做一种解压泥 说大家都可喜欢玩的 玩事就可火了 天天就各家 那啥也不干 就做那玩 那不是说不务正业呀 现在小女孩都挺喜欢玩的 那种小泥巴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商机 我拿这赚钱有什么不对吗 那你说那玩 它是一个长久的计划吗 我不就是想让你就说 想一个往未来往远处看一些 然后咱不做这个了 咱就找一个正二八景的工作 不行吗 我就是觉得你就是拿我的工作当幌子 你实际上就是爱面子 你知道吗 就是觉得我玩泥巴给你丢人了 其实他爱面子这件事不是一回两回了 有一次我跟他跟他朋友去吃饭 他朋友那天正好给他女朋友买了个新包 我看那个包挺好看的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说 回去我也给你买一个 不就一个包吗 给买个当季最新款 还有之前跟我说的那个什么口红 咱一辈都给他买了 回去之后呢 他这个茬就再也没提过了 等过两天我没有继续去吃饭 然后他朋友偶然间问他 说你给女朋友买那个包了吗 他跟人家说什么 我买了呀 买了当季最新款 我都给他买了 还有那个口红 我给他买了一套 他回辈喜欢 其实呢 其实他什么都没给我买 不是那你说 我后来不是因为忙吗 完事出差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忘了 我不是说你没给我买那个包和口红 我跟你闹别扭 我是觉得你明明没做的事 你为什么和你朋友说你做了呢 聚会的时候人家问我了 然后我能说 我说啊 那个妹买怎么什么的 那我特关注一点啊 就是他当着朋友的面 吹完牛之后 你说什么了吗 我什么都没说 那不是挺好吗 是挺好 然后他就说我了 就说我什么啊 那个就说我又说大话又怎么的 现在买了吗 那个没有 还这么忙 就是后来不是因为就是总吵架吗 然后总说我就说话不算数 有什么这那的 你买了不就算数了吗 主要是没买吧 还不算什么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 如果说某一天被他朋友拆穿了 那你说以后找他办事出来的 还能相信他吗 我觉得这就是承诺不对线的事 而且他承诺不对线嘛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也是经常 行吧 然后这是男生喜欢吹 不用吹牛这个词啊 就是咱们有时候说话 这个不能兑现 对吧 女生不太满意 对吧 女生投诉你的 接着说吧 你对他满意吗 也不满意 对不对 闲人疑神疑鬼是吧 都疑了哪些鬼 你能告诉我吗 主持人我跟你讲 平时他不是在家里做泥巴吗 然后平时工作量 也就是两三个小时就完事了 然后剩下的时间 他就没有事干 没有事干 他又没有别的爱好 然后开始就作我 能理解吗 不能理解 就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吧 就是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找不到我了 就因为早上起来 我起来比较早 然后他还在睡觉 我就没叫他 然后又直接走了 走到后来的时候 我就去干活了嘛 他就找不到我 就开始给我身边 所有人开始打电话 就整个所有人 都以为我失踪了一样 那你是什么 我没失踪 我当时就是去干活 也是做 我不也是做五美嘛 然后当时他那个场地 他没有信号啊 我也打不了电话 也发不了短信呢 然后就这样 然后后来 然后跑到我单位 单位来闹来了 那你说 你一大早上起来了 你出门 你说都没跟我说 然后我起来之后 等你一天 你也没给我发过一条消息 谁知道你路上 是不是出事了 我不是担心你吗 不是 那你说我天天这么上班 我什么天出过事啊 那时候不是你睡觉呢吗 我还给你叫起来 我说我走了 保不准他有万一 对不对 你跟我发条微信 就几秒钟的功夫 你都没有吗 他不是没有信号吗 另外来 你说你来 看着我 就看着我了呗 看着我还不行 他说走啊 那陪我去吃饭呢 你说那么多人 跟着等着 人家的演出 马上开始了 完之我说 还得陪你吃饭呢 确实是 我找你吃饭 我不对 但你也不至于 当着那么多人面 你轰我走呀 那你说那现场 那么乱磕了碰了的 这还有这东西什么的 另外这么多人 瞅着你往这一站 往这站我边上 我还能干活吗 那你说你平常 如果说你多关心关心我 你想起了这件事呢 你出门说 你跟我说一声 我至于跟你这样了吗 再说了 你做的那些 让我一神一鬼的事 你还有理了 我跟他解释 八百多回的 你先跟我解释一下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在你现在这个社会 要在一个 没有任何手机信号的地方 举行 就我们这棚里 就算信号够不好的了 但是是有信号的 我手机在这儿 没有信号 没信号 确实没信号 行 这件事算我多疑了 是吧 有一次我去我亲戚家串门 大概半个多月 我跟他一起养了一只狗 这半个多月 我就没看见这只狗 我就挺想他的 我心想 我让他给我发个小视频 我看看狗最近怎么样了 他是小视频给我发了 但是我发现 视频里面多了一个粉色 Hello Kitty的水杯 我就问他 我说那个水杯是谁的呀 他支支吾吾的说 可能是我朋友 我跟他女朋友过去我家玩 他女朋友落下的 我说人家女朋友去你家玩 还自带水杯吗 不是 那你说人家来我家玩了 带点自己东西不行吗 你出门的时候 你没落过东西 在别人家吗 你那手机 落你闺蜜家多少回来 哪次不是我糗的 那你说 这件事我都搁置了 我也没再提了 为什么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就主动把这话茬捡起来了 跟我说 那个水杯其实不是他女朋友的 是我妹妹来我家玩的时候落下的 你是不是怕我回来之后 找你朋友我们几个吃饭 你朋友兜不住这个事啊 它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当时是那个 我人家来我家来玩来了 然后我也不能进屋的时候 我看人家一下 我说你带啥了 玩领导的时候 我再跟你洗嘴面 这算什么玩意呢 那不是我妹妹 后来跟我打电话说 说哥 我那个杯子在那里的 过两天我去你那里去 你说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来 你看好吗呀 那我问一句啊 这杯子到底是谁的 这杯子 她就始终说是她妹妹的 那她本来就是我妹妹的 她是玩意又说过吗 你问过我们妹妹吗 问一下嘛 既然心里过意不去对吧 什么妹妹啊 她可能是一个表亲的妹妹吧 我到现在还没见过 所以我不好意思去问这个事 行吧 反正那事就过了呗 就家里莫名其妙 多了个水杯 是吧 而且水杯还不算 就是还有一件是羽绒服的事 冬天的时候她问我 你怕不怕冷 我说还行 怎么了 她说 我给你买了一件羽绒服 你这两天没在沈阳 等你回来的时候 你试试看上合不合适 我当时特开心 我觉得你挺体贴我的 冬天还怕我冷 够买羽绒服 等我回来的时候 她也没提羽绒服这个话茬 我就主动问她 我说 你给我买的那个羽绒服呢 她还是支支吾吾的 半天说不上来个 所以然 最后我一再问她 她跟我说 您羽绒服让我妈拿走了 我这事 我跟你解释 八百多回了 那时候我那个 有个妹妹 她是从山洞那边来的 然后来东北 咱玩来了 冬天呢 它不冷嘛 冷的时候 然后串门来的时候 我妈看到人小脸冻红了 正好就说那个 不正好给杨阳买件衣服吗 你先跟你妹妹先穿上 你说这就给她了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了 你妈妈对我什么样 我心里面知道 你妈妈恨不得 拿我当妻女儿一样 就剩一块排骨 家里谁也不能吃 就宁可等我等到 十二点 也留给我的那种 你知道吧 不不不 所以我觉得 这是什么年代 他们家就一块排骨啊 前面那十块都给谁吃了 所以我觉得 他爸妈宁可去 带他妹妹出去买一件衣服 他都不会动 他给我买一件衣服 那后来你就没问问 他老人家 说那衣服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主持人呢 您说 吃完饭都几点了 人家还休不休 人不累啊 我也很好奇啊 后来你妹妹 没把羽绒服给送过来啊 人都穿上了 人一待好一天 你咋要 领导说 我说你把衣服留下 给你扫我买 那你再买一件 给嫂子呗 对 我跟他说了 他回来的时候 就跟我记得 我没买 他一回来的时候 就一直跟我吵人 就不信我 咱也不知道为啥 问你自己啊 手机跟别人的手机不一样 对吧 妹妹还比别人多几个 我 要不然是辣水杯 要不然到你们家 拽衣服 你看看 是吧 我其实特别相信你 但主要他不信 对吧 然后他这个工作 本来就是 剧场离多 就是一个月 在沈阳 待不了多长时间 好不容易 有一个月 他可以休几天 结果他睡醒了之后 就开始玩手机 看别的小姑娘直播 我跟他说话 我话啥我都插不上 不是你说 这事怪我吗 你说好不得休息 我想跟他家待一会儿 然后安静 安静什么的 然后我醒了之后 我是不是叫你了 我叫你 你好歹搭理搭理我呀 人也不搭理我 跟我来一句 我跟这做你呢 你有事 咱一会再说 你说这玩意儿你赖我吗 那你说我还得等你呀 那你说我休息了 我跟着自己待一会儿 我不行吗 另外我 你说我这看小姑娘直播 好不得休息了 我看看人打个游戏 那能咋的呀 你说我也不跟人说话呀 那你说你有你的工作 我也有我的工作 而且我的工作 只有那两个小时 我就跟你说 我说你稍微等等我 我说我两个小时忙完 我去找你 我回来之后 就看你跟别人在那 看直播呢 然后你还给他刷礼物 我都不明白是为什么 不是那人家玩的 确实是好啊 好了你不得鼓励鼓励他呀 我做事做了好的时候 你也没说鼓励鼓励我呀 我少夸你了 你说本来就是出身 我就感觉是因为 他现在太闲了 你知道吗 以至于他就是总不信任我 就是我瞅了一下 他都以为我有点什么事 你说有一次更可气的是 他找他闺蜜来试探我 就是那意思 就是看我出不出轨什么的 你说你找过人 你说你找一个聪明人 你说找的跟你脑子都差不多 人家在家我那时候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闺蜜啊 人家连头像不换 名也不换 你说我不知道他是谁呀 你平常对我关心多一点 我至于找我闺蜜 去试探你吗 你就说吧 你带我出去见过你朋友吗 你每次聚会你都不带我了 你知道你朋友怎么说吗 他们都以为我俩分手了 不是你管人家干啥呀 你总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他说啥是啥呗 是啊 你总说别人说的言论不重要 但你为什么自己那么看重了 有一次他朋友 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他说 你把女朋友叫了吧 挺长时间没看见了 他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过来 电话里边跟我说 你来了之后 少跟我说话 别人问你话的时候 你过我脑子再说 尤其是问你工作 你千万别说 你玩了那个破泥 我先丢人 你说你不在意别人的言论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呀 本来就是嘛 你说话平时过脑子嘛 跟我爸妈面前说话的时候 都一下一下子 都给我下一几零几零的 然后另外呢 你说你平时除去 我不是不太在除去 然后他爱玩的泥 你说咱吃饭啥的 然后他也不说话 然后他也不好吃饭 拿那盒破泥就跟着哭哲哭哲整 你说咱跟着落瓶的 咱全瞅你了 我不是不说话 不是你不让我说话吗 那不是人家 得谁问我一下子 你媳妇干啥的 我说我媳妇个家做泥的 你说谁谁都不知道 做啥泥 天天我跟人解释 我得谁跟谁解释 你就不能安安稳稳地 找一个别的工作 你也不是没有别的技能 你干啥呀 我不是说我一辈子就做这个工作了 我只是觉得这个趋势现在挺火热的 假如说我真的因为这个工作 我挣到了第一桶间 以后我择业或者创业的时候 那不是更容易吗 那你说你大学毕业了 完事你不除了 你不直接面向社会 你就天天跟角落里一带 天天跟屋里头做泥 你说那像话吗 那你说你工作完之后回来 你不也就抱个狗玩玩手机吗 姑娘 她明明没有给你买包和口红 为什么不在朋友面前戳穿她 因为我觉得 如果当她朋友面 把她拆穿的话 我觉得她会很没面子 所以说为了她的面子是吗 也为了自己的面子吧 为什么不去问妹妹 那个水杯是不是你的 我盘问了之后 和她说的不一样 所以还是怕自己没面子吧 为什么不问问 另外一个妹妹 是不是把你的衣服穿走了 我不敢再去问了 还是怕面对现实 为了自己的面子吧 所以你表面上说她好面子 其实你是被她好面子 绑架了自己 其实有一句话 你自己一直都没说出来 表面上说 你总结了她的三条罪咒 第一是她要面子 第二是对你不忠诚 第三点是不在乎你 但其实真正的问题 是她压根就瞧不起你 她瞧不起你的工作 对吗 她甚至瞧不起你的智商 最后她还瞧不起你的这个人 你甚至都带不出手 当一个男人 根本就看不起自己的爱人的时候 你就像一样东西 喜欢的时候 欢天喜地地把你请进家门 时间长了 他就觉得你爱人 终其原因 是因为她看不到你的价值 而你自己 也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所以 其实她从心底里不是嫌弃你 是根本看不起你 你见过有哪个男生 在这个舞台上 会把自己的女朋友 说得一无是止 她从上场起到现在为止 她说过你一点好 不要因为自己 你的史上 我得愿意 感谢观看